中华城邦队在仁川亚运拿下银牌 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队伍 展现中华队未来的希望 像是投手郭俊玲 虽然一开始因为奸商 没有入选亚运名单 不过当旅美投手曾仁和不能参赛 郭俊玲获得地补 他也把握机会 不但对泰国先发四局投出六次三阵 金牌战还再度扛下了先发重任 并且在高度压力之下 能用三阵解决韩国的中心棒次 甚至是陈冠宇 胡志为 这些在仁川亚运拼战的年轻好手 都是新世代中华队的重要战力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球队 中华队也是在换血的阶段 我觉得他们不是 我们这个球队不是最强的中华队 可是我相信他们是最有潜力的 我觉得三五年后 这支中华队会很恐怖 中华队返台了 但紧接着还有更大的战场 等着他们 就是2014年第一届 世界杯21U棒球锦标赛 台湾争取到了主办权 赛事将于11月7号 在台中登场 而这次仁川亚运的中华队成员 有不少人都在世界杯的 40人名单当中 台湾球迷有机会 在我们主场为中华队 欢呼呐喊 当初被通知的时候 我是非常高兴 因为我终于获到肯定 穿上这件衣服代表了什么 荣誉跟责任 我尽力 我把我当下 我只要尽力全力以赴就好 不管今天对谁 不管今天在哪一场 只要叫我上去 我会全力以赴对付我的对手 这次的世界杯 包括中华队共有11支国家队参赛 跟中华队同样在A组的 有韩国 墨西哥 意大利 纽西兰 捷克 B组则是有日本 荷兰 委内瑞拉 澳洲 尼加拉瓜 面对各国强力挑战 中华培训队严正以待 第一阶段的集训才刚刚结束 而最终的24人名单将在10月9号出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